这是几个那样 本少晓得你对那位用情至深 但他可曾上心 你们二人云霓之别 你这般做法 小心惹得他生厌 从此再不来我族讲学 他不来讲学倒没什么 若母君届时治你一项大罪 你可别怪本少 不为你求情 女君那里若怪罪下来 我自己领罚 不劳你相帮 那你可知 他已经在九重天上 觅得一位良配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听说 他二人虽未行祭天礼 但他俨然将那位女仙 当夫人侍 不仅十分珍重荣宠 甚至 还有同情共欲之事 你怎么哭了 若论九重天上风流者 应首推天君三皇子联宋 可就连他也未传出与什么女子 未行祭天礼便同情共欲之事 这到底是哪位仙君如此狂胆 倒让人刮目相看 我 你别哭啊 我最不懂应付女孩子的眼泪了 那只要你不哭 我就帮你治这个暗道可好 母君面前也帮你遮掩 你就是存心的 你自信恋慕清秋的地级不成 死而不得 采望全天下的人都跟你一样 以事孤乱 一人独手白头 你胡说什么 分明是你胡说 老师他那样高洁 怎会如此 我不信 我一个字也不信 你怎么走啊 清初怎么回事了 不会吧 清秋地基 想不到姑姑他老人家 在如此偏远之地 尚有少年人为他落魄身上 厉害 九哥 你过来 盟绍 换我何事啊 怎么了 你之前说布置暗道陷阱之类的 你最熟 你帮忙看看 我看杰律这个图啊 有诸多不见仁义之处 他既然想设置机关 就让那个待客先博 调入陷阱 两三日也出不来 再无法待客为好 我看看啊 你看 赵 这里太粗糙了 把这撤了 还有这里 这里施个法 将他和司星河 连接在一起 然后再做个障眼法 届时那位只要一调进去 我们十天半个月 都不用见到他了 可这样做 是否有些狠啊 若待客先博回去后怪罪下来 可如何是好 那要不这样吧 你们用昏睡觉把坑底住码 务必掩盖的岩氏鞋 只要待客先博掉落 能睡三天三夜 但是他醒来问罪也很麻烦 怎么办呢 不如就让他顺着司星河 一直飘下去 九哥 差不多了 快过来看看 挖得真深啊 嗯 好了 万事俱备 就等那个倒霉的先博 掉进去了 嗯 蒙尚 那我先走了 记得到时候 把那个倒霉先博 入旺的经锢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好 走了 你自己设的陷阱 你不留下来看热闹啊 你小声一点 非得这么大声 大家都知道我逃雪啊 你去干嘛去 今天下午第一节课 不是负责要宣布 宗徐竞技赛最终人选名单吗 我得赶紧回去抄书啊 不然全都白费了 那你快去吧 回到老子原原本本讲给你听 说好的 我得赶紧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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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今日父子怎么不在书院啊 我得赶紧回去 见过三殿下 你找帝君有事啊 三殿下有所不至 前日西方犯敬佛陀大驾 明里是与帝君论经 实则是为了商量妙议冤一事 本以为 二位先尊必然要切磋许久 怎料帝君却另有安排 此等关系到天地存亡的大事 都能施约 想必是真有什么事 今日 我借着取回帝君 在凡间运步的机会 想再来探访一番 不知帝君的 不在 你来得巧也不巧 还请三殿下解惑 这巧的事 这事跟你我都有干系 不巧的事 帝君短时间内 怕回不来 咱们哪儿 来了来了 仙博来了来了 快来了 快快快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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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日天气甚好 不如我们在学院外讲学如何 茶水一事本就取法自然 在白鹿林中教学授授 令我等学子更能习得天地之妙气 是 是 是 简直是胡闹 今日东风凛冽 怎能劳动帝君去外讲学呢 课后都给我发愁 夫子不必动动 在外讲学也畏为不可 今日虽有风 但阳光晴好 不如在外设习 教学讲授吧 是 帝君 夫子 外面请 说过多次 我既为你们的老师 以后换我老师即可 是 是 帝君 外面请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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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